Tesla,美股代号,TSLA,上周传出财源10%的消息,被认为是看淡经济前景,股价急跌近10%,截至上周五美股收市,Tesla今年已今已跌41%,空军赚得盘满撥满,今年最多赚了近80亿美元,624亿港元。 空军代表支一的比尔盖茨,Bill Gates,强调,无意伤害马斯克,Elon Musk。 马斯克上周五发推文表示,盖茨一开始做空特斯拉的仓位近5亿美元,但除特斯拉股价急升,现在需要15亿美至20亿美元才能平仓。 去年,比尔盖茨被问到是否做空特斯拉时清,我不谈论我的投资。 因此,马斯克拒绝与比尔盖茨就全球暖化的议题合作。 比尔盖茨声称会在全球暖化上伸出援手,但仍拥有数十亿美元的Tesla空仓。 我认为我跟他有一些信任问题。 盖茨谭Tesla开始日前接受访问时,谭及沽空Tesla一事。 他指出,他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给马斯克或者任何人都多。 又强调沽空无伤害到马斯克。 其后,马斯克在Twitter以叹气、浪、回应。 盖茨又为自己在气候变化慈善事业的工作辩护。 并质疑电动车的好处,Tesla做得很好。 我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比马斯克或其他任何人都多。 我捐了很多慈善资金。 我支持了很多公司。 你知道电动汽车约占排放量约百分之十六。 所以我们还需要解决另外百分之八十四的排放问题。 三隐号。 同时,他赞扬马斯克做得很好。 只不过做空股票的人不会让他放慢脚步。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伤害他。 其实,盖茨去年也肯定了马斯克与Tesla对气候变迁有巨大贡献。 他当时表示,低估马斯克并不是好主意。 但却形容Tesla做的轿车是简单的东西。 建议应着手发展其他产业财能对气候变迁有更大贡献。 他指出,电力、轿车只占三分一的问题。 所以我们还必须在三平方分的问题上努力。 他所指的是减少使用或进食钢铁、水泥、浴。 空军今年大胜比以盖茨并不是唯一因做空Tesla而赚大钱的投资者。 事实上,截至上周五,2022年至今,航空投资者已有近70亿美元的利润。 Ortex Research数据显示,空军的实现盈利和浮动盈利已达到68亿美元。 高峰市一度超过80亿美元。 除了做空Tesla,做空其他大型科技股的空军也有幅。 根据Ortex的数据,自今年年初至上周五。 大胆做空亚马逊公司,美股代号,AMZN。 Facebook,美股代号,FB,和Netflix,美股代号,NFLX,的投资者已分别赚35亿美元。 36亿美元和34亿美元。 MING PAO CANADA /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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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TORONTO